精門半導體2878 這個是Karina 她說沒有貨 你怎樣看這一隻股份呢? 都急升了三天 是 如果看回精門 我想這隻股份 會比較大意 因為我們經常說 這隻本身是香港的 半導體行業的參與股份也是少的 但是 其實它的市值可能是少 因為市值比較小 而且在行業來說 其實基本上可能是 那個生產方面 是比較去到中下游的階段 所以你說 對比一個所謂叫做價值的成份 可能在再上方的精源來說 或者甚至會做晶體 其實它那個受惠程度 可能是 那個份額會比較少一些 那我也建議 因為其實近期的升勢 連續幾天比較好急 現在股份剛才說過 那個走勢通常是波動比較大一些 所以如果你沒有貨 現在我覺得相對現在來說 應該可以先看清一些 那就不必再不急於破滅 它說這個匯度 其實這個匯度 這個匯度的幅度 相對過幾天來說 我那個升幅其實是順路仔 那如果你已經有貨的話 我覺得暫時 高估先 因為這個貨幅的波動 剛才所說的 是很大的 基本上可以 有很多機會回到你 再看這些位置 再食股一下